3月3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 全票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附件1,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附件2,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和表决程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随即发表声明表示 她和特区政府管制团队对此坚定支持 深信完善选举制度可有效解决香港的困局 我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是坚定支持新修订的附件1和附件2 这是继去年6月30日 人大常委会制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之后 中央再次从国家的层面 完善香港特区全面观察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 是特区制度上和政治上的一大举措 发挥我们一个作用就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 正本清源 林郑月娥指出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有关落实附件1和附件2的工作 按序有效的依法组织和规管相关的选举活动 贯彻落实新选举制度 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在4月中 在4月中提交这个条例草案给立法会审议 4月中距离现在只是两个礼拜 我们希望这条条例草案能够在5月底之前 就完成审议三读通过 因为接着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假设条例在5月底的时候通过 我们6月就会进行选民登记 现在的计划是先进行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分组选举 在今年的9月会进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的选举 然后到今年的12月就是举行第7届立法会的缓届选举 明年3月举行行政长官的选举 林郑月娥表示 深信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可有效解决近年香港社会泛政治化和内耗不断的困局 有助切实提高特区管制效能 特区肯定能用好自身的独特优势 并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拓展经济 改善民生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